凭着电视剧请回答1988 云化的月光等 迅速要升为大势难省的韩国男星蒲宝剑 年仅23岁 身价翻倍飙涨 不可同日而语 打败众多前辈 成为2017年第一季的广告人气王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蒲宝剑出道6年林富平 谦虚 善良 为人有礼 都是她给外界的印象 不只粉丝昵称是圣光宝剑 演艺圈诸多前辈更是对她赞誉有加 因为形象良好 配合度高 是厂商眼中高CP值的代言人 广告价码从4亿涨至6亿韩元 相当于1740万台币 目前手上的代言高达21只 由她加持的男装 销售额成长10% 刚接下的巧克力品牌 预估销售额将成长20% 看得出广告商对普宝剑寄予厚望 从去年开始 巡回亚洲各大城市举办粉丝见面会 趁着抵达新加坡站的空档 普宝剑先四处观光游览 被粉丝捕捉到男神大展吃货本色 在路边大口品尝冰淇淋 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就连跑步嘴里都塞满了冰淇淋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感谢观看